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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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唯独这替补赛是皇帝下令要绝对公平的 因为这是平民唯一的机会 是啊 皇帝下令的 对啊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臭老头 竟然拿我伯父压我 早知道就私下招人了 好 既然这样 那杨菜你上 让这些平民看看你的实力 谢公子 真是麻烦 一群社会底层的渣子 哪里来的狗东西啊 竟敢挡我的路 滚 你敢叫我滚 你知道我妹妹是谁吗 你知道我妹夫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 都要排队 你找死 看我怎么收拾你 卧槽 牛啊 这小子 勇气可嘉 公子 闭嘴 你个不长眼的贱民 曹将军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王爷 末将也只是公事公办罢了 圣上有令 此时此地 贵族不得对平民动手 刑害成人人皆知 年年如此 小王爷难道不知 所以你是要为了一个贱民与我作对 末将不过是奉旨行事 贱民 自认为生在皇室就高人一等 没错 若不是有我们皇族庇佑 你们这些贱民活得连猪狗都不如 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抬头说话 还不赶紧给我跪下 跪下 不好意思啊 我膝盖太硬 跪不下去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你们这些所谓的王族 曾经也不过是你口中所谓的贱民罢了 你放肆 小王爷 你这是要无视星海帝王立下的规矩吗 我 我 我决你 在星海城我们皇族就是规矩 怎么还想还手 别忘了你的身份 贱民 属下不敢 奴才 叶清云是吧 我记住你了 你最好是在这里夺得替补令 否则 不成力道都太多了吗 卧槽 要炸了 测试杯的上限才三万级 这小子的力量怕是有你天哪 接近护盾 起 所以 替补赛第一场 我过了吗 过了 你可以参加下一场比赛了 好 那就快开始第二场吧 他来了 就是他 听说前面两场 他都是第一 第一场力量 第二场速度 都是靠个人 这第三场可就不同了 一切按小王爷指示行动 这么重的煞气 看来你们的主子 养了很多忠心耿耿的狗啊 你说什么 速经 五行径 今日是争夺五十个 替补令的最后一场 规则很简单 五十枚替补令牌 会悬浮在比武场上空 十分钟后 你们这五百人里 最后手握令牌的人 就是获得资格的人 那就开始吧 冲啊 大哥 我们也上吧 不是还有十分钟吗 急什么 不行 我等不急了 都给我让开 什么东西啊 怎么办 要管这个家伙吗 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姓叶的 不用管这个死矮子 死矮子 谁要有我俩在 你就别想拿到令牌 嘿嘿 你们这是在玩火啊 居然敢叫高东死矮子 竟敢骂我死矮子 找死 大家一起上 好好叫醒叫醒这个死矮子 死矮子 死矮子 我挨你奶奶个腿的 你看 若非生死之斗 以后不要狂话 明白了 大哥 不过 这小王爷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吧 竟然就派了这么些垃圾过来 找死 这些可都是杨石敬八重的高手 真是不自量力 可恶 居然被这矮子吹晕过去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怎 怎么会 怎么 还想继续 大哥 我拿到提补令了 你就是叶清云 有事 好样的 听说你对了 小王爷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不错不错 大后天就是星海比武了 好强的蛮力 要不咱俩联手如何 多一个照应也好嘛 还可以联手 这你都不知道 你不是本地人吗 没错 是这样的 星海比武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也是混战 不过可以组队 两百人中最后站在擂台上的二十人 入围第二阶段 那行 不过我要加上我一个弟子和这个朋友 你说的朋友是他 怎么 不行啊 当然行 那就这样说定了 我叫逃流 叶清云 高东 这一位 我 这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